请 总司令 谢谢 周副官 你到我身边多少年了 战帝护勋队毕业 就一直跟在您的身边 已经五年了 离开家这么长时间 想不想回去看看 不想 这不对啊 人总有父母亲人 怎么会不想呢 他们都死了 想也没用 我们从事的反共救国大业 处处都有危险 我觉得少一些牵绊比较好 您的意思是 节哀 夫人 世光 我找了一大圈 书到底放哪儿了 夫人 书找到了 都怪我 我随手放的包袱里 就给忘了 我的东西还是周副官最清楚 以后 别再为找什么东西 浪费时间了 我已经故意放松了警戒 让黄依妃顺顺利利地出逃了 你说 她会去什么方向呢 任期随便 为什么放她 放 是为了收 什么叫请君入瓮 这次就让你好好学一学 那皇村的房屋呢 有中副官盯着 不会出什么岔子 好 那我先走了 你是不是带夫人去后山了 出去 是 Anthro 请君增添 你比如说 你不必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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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命令一排堵在前面 不能让一个敌人 从这条道冲出去 是 打 给我打 别乱 不要怕 给我打 你们 你 你 你 带着弟兄们攻上那些山头 是 冲啊 啊 快走 快快 人呐 他们都跑了 咱们快撤吧 那还不撤 快快快 快 快 混蛋 你们 你们这帮混蛋 混蛋 混蛋 走吧 干什么呢 战报 战报 紧急战报 战报 战报 紧急战报 张总司令 请你问一问马团长 他是怎么交代手下的 枪声一响掉头就跑啊 我叫都叫不回来 北斗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的队伍训练有素 机动性强 面对伏击 紧急寻找有力地形是正常反应 我倒要问问你呢 你受张总司令委托 你是怎么临阵指挥的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马天和 你这是跟我强词夺理吗 放屁 你就会窝里横施淫威 就敢对我的刘副官下手 我杀刘副官是因为他私通共产党 你信口词谎 你别动了 你别动了 大帝当前吵什么 你以为我真怕你啊 满天星把枪放下 让他宣放 北斗啊 你不但是一条丧家犬 还是一条疯狗啊 我如果是你的话 早就逃隐山野终了残生了 何必在这儿披这张人皮呢 好 今天一蹶高下 看非是狗 非是人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什么意思啊 马团长 不要误 我说的是 把满天星给我抓起来 不不怎么回事把我 你 张总司令 这是要卸磨杀驴吗 我让你押针 不是让你听到风声就跑了 你还有脸回来 带走 明明是他带的陆下温柳琳 走 走 是有人斗监不缠打 走 走 你别 走 都把枪放下 马团长 请冷静一下 各路联军都已经在路上了 绣灵我们很快就能拿下 不要因为这个小人跳梁 就意气用事 马团长 我们还是继续研究 接下来应该怎么作战吧 这血腥味也太大了 星爷 军火库敢抽烟 找死吗你 画 给我 是 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树林里面有动静 让人去搜一搜 不要让解放军钻空子 野猫野狗的都来了 你说什么 我说是一会儿让他们去看看 看见野猫野狗立刻打死 千万不要暴露目标 来 来 星爷 什么目标啊 哪有那么多废话 到树林里去看看去 是 您您跟我走 快点 我们刚刚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小翠 去 大姐 有库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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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赤 赶紧 赤紧 星移 要不咱们走吧 走什么走啊 别怕 走走走走 哎呦呦 怎么还跑了 怕什么你 别怕 那姐 老子要进山 让我过去 对不起 没有司令的命令 谁也不能进 老子偏要进 把路上给我搬开 听见没有 怎么回事 把枪放下 马团长 就要吃饭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师哥 我要进山透透气 你的人拦着我呀 解放军神出鬼魔 我必须马上封山 不能让他们趁虚而入 现在是人家的天下 怕想要到你眼皮底下 溜达溜达 逛逛山景 你想拦是拦不住的 马团长所言极是 出水才看两腿的力 我就不信 区区一个禽狼大队 我就应付不了 马团长 没有 我有把握把解放军引向黄村 我也让他们有来无回 你可得参战啊 好说呀 让我打没问题 一手交东西 一手交人 我们一言为定 马团长 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就放在黄村 还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找中副官清点交接 好说 我现在就去 走了 丁秋白 走 星爷 这是要去哪儿啊 解放军已经出现了 赶紧带人去封山 等等 我凤山 你这儿这么多人 他们怎么不去啊 马天河刚刚带人去了黄村 你可以去找他 你俩再一决高下 算了 我去凤山吧 星爷 从现在开始 无论是谁 只要进山 隔杀无论 您可错杀不能错过 听明白了吗 张总司令 你又让我去做恶人 给我多添些索命的鬼啊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你是阎王 还怕鬼吗 解放军还没打过来呢 先别沉不住气 我就是要趁解放军打进来之前 先下手为强 斩草除根 我不想成为第二个满天星 我之所以投败你是指望 你能站稳脚跟好 跟解放军好好斗一斗 说得极好 请问星爷你不投我 你还有高枝可攀吗 好 星爷 天快黑了 要不要喝杯酒 壮壮胆啊 我请你 壮什么胆啊 你不怕鬼吗 鬼怕我 你这什么打扮啊 我现在是马天河的副官 你看到木兰姐了吗 她去哪儿了 哎呀 现在需要制定最佳的作战方案 为什么不得我回来呢 哎呀 现在你就别着急了 木兰城屋去了黄村外围 张世光的鬼主意是什么 黄村的军火确定吗 军火确定在黄村 张世光 已经带马天河去看过 凭马天河的感觉 因为村放军火 黄村可能变成无人村了 是这样 我知道了 别哭了 敌人的死气就在眼前 张世光的军火 不能明不张胆地运送了 但他有可能以此为诱饵 对咱们下狠招 现在军职一营 在绣林城外山地 劫机敌人 一时半会儿 还不能撤到这边来 还是要靠我们大队自己 我们都看到 龚绣林的敌人 他们狼狈不堪地 逃回燕之寨了 是啊 现在敌人都集中到这儿了 得想齐咒 老兽 我想还是要利用马天河 对自己炮灰状态的强烈不满 让张世光不得安宁 但是要彻底让他放弃到边境 做逍遥王的念头 和咱们拧成一股声 可行 等待会儿 见到了木兰 咱们打出一个合适的方案 那好 现在我们对敌人的情况 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张世光倒是草莫皆兵 碰上你这孙行者 他算灾了 最后要准备了 相似的 自己隆 特别 你的 本领 已经 来 外头冷 多穿点 是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吧 按理说 他们应该已经来了 怎么到现在还是风平浪静呢 那是因为周正阳太了解我了 所以他要慎重 他不会轻易掉进我的口袋阵里 可是他身边配了个愣头青 黄一妃会钻的 今晚他们一旦上钩 我会亲自披挂上针 有敌 你不能去 不管什么时候 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放心 后路我已经留好了 如果今天晚上一切顺利 明天我们就能撤走 那马家军怎么办 满天星也不走吗 我会给他们来一个五湖石榴国 让他们自家打自家 那个时候咱们这上八栋的神仙 就驾迎而去了 时光你这通盘的战略战术 不是自欺欺人吗 看来你根本就没有想拿下秀林 现在又在身边搞出这么多羁盼 我们现在虽然有军火 但是党国一衰大势已去 要兵员无兵员 要供给没供给 台湾方面空头支票猛开 在探空城掠地 这不是笑话 世光你当初的斗志呢 人都死光了 斗志作用几何 世光 还没有到四面楚歌的时候 切不可始有而后劫呀 马木兰怎么还不回来 你有着急的时候啊 我可没你那份修炼 我们都在这儿等多久了 再怕我可真的要睡着了 行了 你还有心思睡 你一是想着木兰 再就是想着军火库 行了啊 我可跳不出你如来的手心 老舟 这个军火库很烫手 得安安全全地拿到手 一旦炸毁了 真的很可惜啊 是啊 我正琢磨这件事呢 得有个万全之策呀 来了 你来了 来了 怎么样 仗势光到风山了 燕之寨看得见 但进不去 咱们需要一个机会 一来可以保全黄村的军火 二来可以把敌人引出燕之寨 发挥我们的优势 把敌人一举戒灭 团长 有机会 他们快撤出燕之寨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抢下燕之寨 干嘛这么快撤走 你看 咱们身后就是田地和马道 他们风山就是要防范我们 但是这就把燕之寨 变成了死寨 他们等于自己断了粮食的供给 张世光他们这么多人 现有的粮食绝对吃不够三天 木兰说得有理 这几百号人 怎么可能靠那么点储备 看来我的计划 有失失的可能了 他们开始行动了 马团长 装备你一个营 再给我转运两车军火 够意思 既然张思念如此慷慨 那我马天和会投桃报李 不然让你张思念 小看我这个老大哥了 马爷神标太保啊 那咱们得讲规矩啊 你给我清单 我把货给你们送到 马家铺 什么 你盯上我的老家了 无奈之举啊 你回马家大院 就说投贡 卸甲归田 有胭脂马 解放军会放行的 亏你想得出啊 此计非你莫属 你回的马家铺 就是你的天地 今后呢 这批货就随你走天涯 咱们后会有期 再二一天作物 怎么样 成交 咋了 葛古董 董 这皇甫啊 真牛啊 关门 一个都不犯过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们都要突袭了 是不是你的人闹事 根本不可挡 团长 现在情况不明 弟兄们有伤亡 咱们赶紧撤吧 撤 撤 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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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杀 弟兄们 给老子点住 是 马爷 是土匪 是满天兴 什么 满天兴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出来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张世光 你把我当猴耍 把军火圈给了马天河 丢替我 你还有脸谈什么恩论 什么意 我给你是肉猫子打狗 你丢了寨子 我让你罚场逃生 还不够吗 你利用我 你从来没把我当人看 打 一个也不留 我死里的 左司令 不好 怎么了 夫人那边也遭遇了袭击 什么 让开 马村长 夫人有难 我先回去看看 这儿你先帮我顶着行吗 好 走 慢着 你可不能留着打击呀 你太不了解我张世光了 你先帮我把满殿星出来 行吗 好 走 走 马团长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派人增援 不用 走 就这么几个小土匪 还又费这么大劫 田兄们 跟老子上 是 张世光 再通过马天河 转运军火出黄村 通知周边我军 对马天河监视方形 好的 现在黄村伏击准备完毕 刚才燕之寨 和黄村交接处有交火 现在还不清楚 是黄亦菲 对马天河说服工作成功了 还是敌人 再故意引我们出现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坚持在黄村外围 打伏击不能动摇 是 等等 你要盯解张世光出动的方向 一旦它有变化 我们也不能在这儿死守着 我明白了 那我先去燕之寨盯着 有什么动静 立刻回来 是 你们俩跟我走 团长 我侦查了张世光的残部 都归宿在燕之寨里 有少量的人 在黄村守军火 封山的 都是满天星的人 看来张世光在等我们抢黄村军火 再把我们为耳坚持 妄想 他这回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飞蛾扑火 加尽准备 好 你小心啊 去吧 非常长 给我来 给我来 你去找庄团长 向他归报情况 我去找叔叔 说服他跟我们一起走 等等 走 周副官 司令命令你赶快收拾东西 护送夫人离开 周副官 别喊了 夫人 我找过他了 他早就已经走了 夫人 宋司令说 让你准备撤离 他忙完了军务 就来这里会合 告诉世光 我会等他的 是 是 他就要找他 是 他事 对 他事 他事 都会 是 我 他事 可以 他事 我不是 我 团长 满天星看来是杀红了眼 我们地形不熟 打得被动 损失不小啊 我就不信 打不过他这个土匪 对 不对啊 这个满天星 犯点乱咬是真的 可张世光怎么溜了呢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人 你们怎么来了 叔叔 别打了 你们快走 叔叔 满天星和你的火柄 正合了张世光的意 我手里有足够的武器 我还怕他 武器 这就是你所谓的武器 马爷 假的 叔叔 这你都看到了吧 张世光已经是穷途末路 他是无赖 你要是跟着这样的人走 那你成什么人了 你一个打过鬼子的英雄 如今和他们缴在一起 不可悲吗 是这样吗 叔叔 咱们刚见面时我就给你讲过 他是如何屠路马家铺 抢劫粮食 如何拉鲁满天星 他们攻打燕之寨 这些你都跟我说过了 但毕竟我们是国君 惺惺相惜嘛 叔叔 张世光可没你想得那么可怜 那么有人味 牡丹就是他下毒手杀的 他又灭了燕之寨 和皇村的姐妹相亲 你去问过他吧 他向你承认过吗 叔叔 我知道你良心未明 难道你甘愿 与这种处累为伍吗 叔叔 回头吧 回到马家铺镇 反之 你要是跟着张世光走了 就会毁了你一世的光彩 愧对死去的马达山马爷 还有众相当 你说实话 对马家铺屠城抢粮 是不是你们干的 马团长 你这是怎么了 马牡丹 是不是你们杀的 是 又怎么样 马天河 你向我发难吗 好 那我昨天 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还满口谎话呢 那时他缺乏勇气 你们两个啊 狼狈为贱 你们就是杀人的恶魔 现在 你们把我从边境上 拉回来当炮灰 还眼看着满天星和我火拼 我现在孤军奋战 我被解放军 还有像你侄女一样的 秀林百姓包围着 朝不保夕 我要完成反共救国大业 我必须杀掉他们 杀出我的领地 张世光 我知道你小子有野心 想做乱世英雄 又说台湾方面的指使 反共救国 可你分明是在灭国 灭情人伦 你还有脸舍弹救国吧 当国一王 我区区一个营长要救国 划天下之大计 可那些战区司令 军长 师长呢 都跑了 我张某人扛着招魂帆 恶霸一方 就算是对得起当国 你好可怕 你不是疯了吧 都是说了实话 那咱们就各奔前程 报告司令 报告司令 漫天星手里有咱们的救火 什么 兄弟们 什么都别说了 大家跟着我受委屈了 本想着带着大伙到这儿 换换装备 加强咱们的实力 可结果 是进了狼窝 入了虎穴 鸣枪按剑 还要去充当炮灰 团长 兄弟们知道 出发时说的打算 但没想到张世光欺人太甚 杀了刘副官 又把我们隔在寨的外头 这明白着 他们没安好心 刘副官的死 我当团长的有责任 我没有保护好我的部下 我也对不起弟兄们 弟兄们 自从咱们参加完抗战以后 为了保住咱这点老本 委屈大家了 我马天和对不起大家了 团长 没有您就没有兄弟们 咱们感激都来不及 怎么能怨您呢 好 有你们这句话 我马天和就心满意足了 男子汉 得活得明白 我这就带着大伙走一条明路 对得住我们的祖宗父母 跟着马天和 弟兄们 跟我来 叔叔 叔叔 这么说 牡丹知道你的事情 是啊 刘副官和他担心联系过一次 那抗战后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你叔叔 是抗日英雄 可是 斗不过中阳军的算计 就赌他 越远越好 成了懦夫了 不 叔叔 你和我爸爸永远是抗日英雄 说来真是惭愧啊 怕中阳军 怕丢方号 都共产党吧 又顾虑重重 结果 手术两端 没出息 算了 一切都过去了 叔叔 当年你救了你的侄女 你就是我的好叔叔 是我最亲的人 牡丹牺牲之前说过 我还有一个亲人 他没有说是谁 嘱咐我一定要等到他 你看 我现在终于等到了 叔叔 等你治好了伤 咱们就回马家铺镇 好好过日子 牡丹也是好样了 他没有辜负我的托付 叔叔 你能回到马家铺 乡亲们会非常惊喜的 天堂的爸爸也会笑的 丫头 你比叔叔勇敢 你是我们马家的骄傲 马家有你这样的好丫头 我就是追你爸而去 也无憾了 富翁 你带着叔叔撤到炮的射程之外 我去掩护你们 等一下 咱们一起走吧 慢点 报告左司令 马天河受了重伤 满天星还没有找到 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就看谁先死吧 请留步 副团长 难得这么高兴 不会又升官发财了吧 恭喜啊 你应该不会是杀了张世光 自己当了总司令吧 马背道 你也一把年纪了 何必弄得鱼丝网破呢 曾几何时 你也是一件书上 放下独刀吧 前文门天星 售读诗书 求功名重秀才 投笔从容 闯江湖当兴野 何等的轰轰烈烈 何等的风光 事到如今 却落得个 华堂锦绣吹灯芭蜡 偷张世光 偷你马天河错意 黄一飞 马天河 胭脂麻 我吃你们的肉 拔你们的皮 你天生就是个扫主星 别再辱墨秀才这个字眼了 是得意变猖狂 落魄就瞎跪 翻脸就咬人 好 真夸奖你 到了阎王那还记着这么说啊 今天爷就陪你们一块见阎王 带父母走 来吧 你们走 走 走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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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叔 交枪不上 师公 咱们输光了 小兰 小兰 这是荒谬的诡辩 都夫丧心病狂 民贼逆天理 老周义正言辞 态度非常强硬 行 你油盐不信是吧 说出大天也不听是吧 这个抗美元朝我去定了 光明在你们一边 你赢了我可以带你去 但只能你一个人去 请你放聪明点 别耍花招